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请掀开经本第九十一面 世尊如来亦有修行般若般若密多 能修行安住圆满 居住种种功德国 得无等等死得无等等受向行使 正无等等菩提 转无等等发冷 度脱无量度有情类 令获殊胜利益安乐 佛言如是如是如辱所说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个有一位同修放了一个纸条 放在这边 他说 某教派祖司开示提出 如一大势至菩萨原通章修行 寄身可成为阿弥陀佛 甚至可超越不处之位 不处位置弥勒菩萨 而不要等身至极乐世界后再修菩萨行 而将成佛的时间拖得太久 请问法子此道里是否成立 他请教的时候是第一个成佛后还需修菩萨行吗 事至原通章 即菩萨行之关系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佛在经上常常教给我们 依法不依人 法是佛在经上所讲的 人怎么个说法呢 如果他讲的跟经上讲的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不给听他的 那是人说的是他讲的 那不是佛讲 可是这个地方讲的是理论是没错 但是做不到 怎么做不到 大师之菩萨修行的方法 原理原则很简单 八个字 都是六根静念相及 你能做到吗 没有人能做到啊 这个境界是禅宗开悟的境界 不是凡复境界 净念 什么叫净念 有一个念头就不净了 这般若经上讲的 圆满的般若般若密 不能起一个念头 起一个念头 你心就不清净了 就不是净念 净念还要相续不断了 成了佛之后 要不要修普遍行呢 那就问你了 你有没有慈悲心 你有慈悲心 决定修普遍行 你没有慈悲心 换一句话 你成佛也成不了 成了佛之后 不要说修普遍行 还修三规五戒 等于说是 波斯拿到了 还要念小学一年级 为什么要都是这样做呢 做给别人看点 普度众生 你要想度小学生 那你就要实现小学生的态度 你要度中学生 你要实现中学生的样子 你才能普度 每一尊诸 诸佛如来 都是大慈大悲 普门平里 观世音三十二音 应于什么身得度 就实现什么身 你说我成佛了 我不现菩萨身 我什么身都不是 我就是佛身 你那个叫妄想 天天打妄想 哪有这种道理 少打妄想 老实念佛 今天这一段 也是非常精彩 你看这是 摄利福 木经理 影光 这是佳师 善心 是虚不体 这是佛的四大弟子 在世尊面前提出这个问题 叫着世尊 如来 亦有修行般若波罗弥多 能修行安住圆满 大波罗弱了 大家很少读诵 但是金刚波罗呢 念诵的人很多 几乎每一位学佛的同学 都念过金刚经 那懂不懂是另外一桩死去 从外年你都念过 这一卷金刚经了 是六百卷当中的一卷 也算你念过大波罗了 大波罗了一份吧 一卷吧 金刚经上有的时候说如来 有的时候说祝福 他就可以代表整个大波罗 凡是讲祝福 都是从相上讲的 凡是讲如来 都是从性上讲的 可见得 讲如来比讲祝福的意思要深 那么这叫趁性而谈 如来 金刚经上解释得很好 如来这祝法如意 这四个字解释绝了 咒法是一切法 一切法解如 无由一法不如 这叫如来 如是什么呢 如是真如本性 一切法是从相上说的 一切法解如 一切法解如其性 这个说法了 也许初学的同修 还很难体会 古人呢 用比喻来说 用什么比喻呢 用金气 金是黄金 气是黄金造出来 那种种气不一样 手镯 戒指 项链 甚至于盘子 碟子 碗 黄金铸造的 不一样 那就是佛像 这个像都不一样 可是都是经啊 他的质量都是黄金 没有两样啊 一金作弃 弃弃皆进 相如其性 你说我要金 我要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在哪里 随念一法 戒失 哪一法不是 你要黄金 佛像也是黄金 手镯也是黄金 戒指也是黄金 项链也是黄金 随念一法 都是黄金 这个比喻我们好懂 但是我们凡夫不知道一切万法是真如本性变现的相分 都不知道这个道理 于是迷失在相上 就是桌了相 桌了相啊 信就见不到了 比如你到处去找黄金 找了一大堆 这个佛像 一大堆 这个 这个 手镯相连 问你有没有黄金 没有 没找到 你找到什么 那我佛像我找到了 镯子我找到了 切镯子我找到了 黄金找不到 怎么找也找不到 就是这个笨蛋啊 那就是这种愚痴人啊 真如本性在哪里 你看中门里头 开了屋的人 主事去考考他 问他明信见信 那个见信信在哪里 随便念一个东西 举一举 主事点点头 没错 随便念一屋 无不识处 这是如来的意思 如来 比祝福意思要甚 因为从祝福来讲 从相山来讲呢 我们用天台私家来说 藏教有佛 通教有佛 但是藏佛 通佛 没见信 他也称佛 如果称如来的话呢 那一定要见了新的佛 见了新的佛 在私教里头 别叫佛见信 原叫佛见信 私教里面 要称如来 藏通没有 不能称 但是别愿愧称 原叫粗度不散 破一瓶无名 见一封真信 那就是如来 所以金刚经上讲的祝福 实在讲了 这是大乘法 不识普通的法门 江卫农巨师 在金刚经注节里面 告诉我们 金中所称祝福了 大臣 四十一位法身大死 是至于原叫 都是破一瓶无名以上的 这些人 称之如来 他们怎么建心的 怎么明心建心的 一由修行般若波罗密多 你要不修般若波罗密多 给诸说 你建不了心 这个是讲一般法门来说 我们念佛法门 功夫也分三等 功夫成篇 这种人呢 烦恼没断 念佛的功夫得力 可以把烦恼辅住 没断 能把烦恼辅住这个功夫 你就决定得深 尽宗的书圣不在别的 就在这一场 你要说断烦恼成就 那其他宗派是一样的 你有什么习气 所以尽宗最书胜的 就是凡胜统俱图 四图 上三图 别的法门做得到 唯独凡胜统俱图 其他的法门 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要不断烦恼 出不了三界 尽宗能够把烦恼压一压 有办法出三界 生极乐世界 这个是了不起 千经万论里头 都没有这个说法 一切祝福刹徒里头 也没有这种事情 唯独西方世界特别 我们莫伐众生 真正说有救啊 那就是这个法门 除这个法门之外 没救啊 这说老实话了 那么我们这个法门 要不要修 波若波罗蜜呢 该做是要 那怎么个修法呢 你能够选定 净土法门 放下万元 一心称念 求生净土 高等智慧 那波若波罗蜜就是 圆满的智慧 你选择 你选择这个法门 就是高度智慧 你要不是高度智慧 你怎么会选这个法门啊 智慧的选择 放下万元 一心专念的 你就修行 波若波罗蜜途 所以如果说是念佛人 有很多人误会 认为念佛人 佛经上讲的 有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大概有点定功 没有看到智慧 所以瞧不起念佛人 一位念佛人 顶多有一点小定而已 谈不上智慧 大错特错 文殊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问问文殊菩萨有没有智慧 普贤菩萨有没有智慧 他为什么要念佛求生净土 圆满智慧的抉择 我们今天说这家 智慧是谈不上的 但是下撞撞上 这个很奇妙 我们撞上了 跟文殊菩萨一个法门 他选择这个 我们也选择这个 他是圆满智慧选择 我们选择法门没有两样 所以文殊菩萨看到 我们也点头 不能说你没智慧 你没智慧 你怎么选择法门 这个意思一定要懂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真的真的如来龙 这个实在讲 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子 断烦恼 而是得阿弥陀佛 本运加持 使我们的烦恼 永远不会起先行 也就是说 西方世界修学的环境太好了 让你的烦恼生不起来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最大的烦恼 贪财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 黄金是铺马路的 你还要不要谈 切宝 我们看着 珍贵的不得了啊 香气 首饰像个香脸 带在身上一味很美呀 西方极乐世界 建筑材料啊 你拿这些东西 说宝贵 人家不笑死你了 为什么我又贪心呢 太多了 太多了 你就不贪了嘛 这个世界是什么 太稀少了 所以我以稀为贵嘛 太稀少了 西方世界太多了 取之不借 用之不借 你看什么 说实在讲 我们人生在世 哪一样东西对我们最重要 你没有黄金 没有煤钞 你不会死啊 那有什么要紧的 十分钟没有空气就要命了 空气对我们是最宝贵的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更重要的 你们听说谁贪空气 你金刚钻堆成山 没有空气 你还要死 那金刚山你也买不了你的命 你为什么不贪空气 因为它太多了 西方世界 阿弥陀佛那个环境 帮助你断贪成吃 道理就在自己 到那个地方 一切真的随心所欲 这样才真正的大自在 所以选择这个法门 就是修行般若波罗密度 这是最高智慧的选择 选择之后呢 这个般若法了 我们要修 佛在大臣经上常劝我们 静宗经典也不例外 正诸双修 正修是念佛 一心痴迷 万元放下 正修啊 诸修就要修六度 大般若经上跟我们讲六波罗密 前面都介绍很多了 一定要修博士 大家不要把这个看淡了 不要以为这是劳森常谈 你也提到 我懂啊 你懂有什么用处啊 你没做到啊 不是什么 不是是放下了 是血 你有没有放下 什么都要放下 丝毫不能够贪然啊 那么我问问你 你现在心里头有没有牵挂 有没有忧虑 有没有忧虑 有没有念头 如果有 你还是放不下吧 那个布施波罗密 你没有认真去修吧 财色明诗书 佛常讲的 无欲六成 这世间法 世间法之外 还有佛法 佛法也要放下 佛在薄若经上 金刚经大家念过 法上印诗 侯宽非法 佛法也不能贪 佛是叫我们 把贪心放下了 断掉了 不是叫我们 换贪的对象 我世间不贪了 我贪佛法 你贪心被断了 你只是换了个对象而已 那个没用处啊 障碍你自信的 是贪了 不是对象 说实在话 事处是间法 都不妨碍 华言经里面 离死无碍 死死无碍 那你会妨碍 我们穿意吃饭 佛菩萨也穿意吃饭 不一样的是 我们穿意吃饭 有贪心 有贪嗔痴 佛菩萨穿意吃饭 没有贪嗔痴 不一样在此地下 我们如何学佛呢 就是在生活上学佛 生活当中啊 把贪嗔痴换成戒定会 什么是戒呢 戒是如法 样样 能符合法度啊 法从哪里来的呢 古无神仙仙教导我们 成为社会一种规范 生活德行的标准 一般人公认的 虽然这也是假的 但是要晓得 他能够维系社会的安定和平 繁荣兴旺啊 毕竟这个社会里 迷的人多啊 觉悟的人少啊 所以觉悟的人一定受法 一定如法 给那个没有觉悟的人 做一个样子 这个就是大慈大悲 诸佛菩萨化身 到我们这个事件来 也要守我们的法律啊 也要遵守我们的风俗习惯啊 做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看 这叫大慈大悲 定是清净心 无论怎么样实习 表演 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心清净 清净心起用啊 就是智慧 所以他不生烦恼 我们在谭经里面 看到 慧能大使 见五祖的时候 他跟五祖说 弟子心中 长生 智慧 这句话难得了 我们在古德著书里头 还没有见到第二个人呢 讲过这句话 我们如果见了五祖一定说 弟子心中 长生烦恼 他长生智慧 他为什么长生智慧呢 他有戒有地 虽然他没有修过佛 他这个 能大使 见五祖的时候 没修过佛 只是偶然 听人家念经干经 念了几句 他听得很有趣味 听得有的觉悟 他也没有受三规 他也没有受五戒 那么由此可知 戒定慧善修是信得 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 只要你少烦恼 你的信得就先进 烦恼是什么呢 就是妄想 妄想分别 执着就是烦恼 这三样东西 是佛法里面所说的 最严重的病毒 你里头有这个病毒 你外面怎么会不感染呢 你怎么会不生病 人为什么会生病 道理就在此地 如果你身心清净 一尘不染 你就不会生病了 你没有生病的道理 你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呢 那生病要不要看医生 不需要 你看医生一尘一尘 医生帮不上忙 那怎样治病呢 修清净心 修慈悲心 能帮助你恢复健康 慈悲业 什么样的病毒 慈悲心都能把他消除 什么样的染污 清净心 也能把他去除 你心里就健康 心里健康呢 你的生理一定健康 为什么呢 静随心转 身体是静啊 所以你心里健康了 你身体自然就转好了 但是你要晓得 那个不是重要啊 不是要写 要写得干干净净 那有些人说 那死了之后我怎么办呢 我明天生活都没有了 他的忧虑太多 牵挂太多 妄想太多 他想到明天的事情了 所以他不敢死了 要把这个忧虑牵挂放在心上 不敢放下 这就是佛经里面 这就是佛经里讲的 愚痴 那死是佛教里面的 你写得越多 你得得就越多 诸佛如来写得干干净净 他所得的是什么 净虚空变化剑 这是真的事实 不是假的 诸佛如来 如果坐在这个地方 他想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他面前 他想看西方极乐世界 七宝莲池 七宝莲池就现在面前 他就得受用 他就得 他没有障碍 你要问这是什么个道理 道理很简单 净虚空变化剑 是自信变现的相分 哪有自己变现的相分 自己不能受用 哪有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 我们的心性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虚空法界 一阵状淫 是佛自信变现 也是我们自己自信变现的 经上说得很好 许佛三是佛 共同一发神 所以自信里面没有障碍 是一不是二 我们今天不能得这个受用 就是在变现境界里头 你有得 得了之后你不肯询 于是你得到这个东西就有限 我们得到这个身 死死的执着这个身生活 不肯写这个身 不肯把这个身放下 那就坏了 那你就一个身了 诸佛菩萨能够信 无量无边身 他为什么能信呢 因为他不执着这个身 是他自己 所以他就能信 无量无边身 你看 十月后就得 得是大圆满 你学财 你得财 你今天听到我讲这个话了 赶快去学财 为什么呢 我会得财 那你就错了 你为什么学呢 这个利益很大 你还是在得 你没有学 你根本没有懂得佛的意思 佛教你学财 对这个财 念头都没有了 可是你一切财富上的受用现成 确确确实实 随心所欲 我们看大经商 华藏世界是这样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 想什么东西现成呢 就在面前 思义得一 思识得识了 哪里需要造作呢 这不是神话 这是思识 里面有很深的道理 不识一定要行 要认真地去做 财不识 法不识 无畏不识 要真干 持戒 持戒就是受法 佛在经教里 教导我们 诸佛我们 我们要理解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做到 这两条是修福 愿如饱符 你修福 要把你的佛保住 不要将这个佛宝射掉 忍如能保住 金刚经商佛书 一切法得成于忍 忍是成就 圆满的成就 就靠忍如 忍如简单地讲 耐心 无比深光的耐心 你没有耐心 那能成就 使出世间的四页 越是大的四页 越要大的能耐 没有成就的耐心 不能有成就 这一点对我们世间的人来说 真的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了 几个人有这个耐心 几个人有这个耐心 我将他的课文 他所读的这段课文 或者是一段经文 他能够念上一百遍 两百遍 我们现在人念一遍 已经很难得了 第二遍 哎呀 这已经念过了 听经也是如此 这个经我已经听了一遍了 下次再有人讲 这个我听过了 我不要再听了 他有什么成就 我们看看古人 以听经来说 也不仅有听十几二十遍 你要想得 从前听经 听十几二十遍 不容易 不可能是一个法师 在此地一遍一遍跟你讲 没这个道理的 你听金刚经 今天假法师在这里讲 你参加的法会 得听一遍了 第二遍可能是一法师 在另外一个地方讲 他听说 他又跑到了那里 人家有这么大的耐心 所以他有成就 遍遍都有误处 尤其是他与这种真诚功进行 这个历史上记载 我们佛教 唐朝时候道学院律师 这是律宗的开山祖师 他听四分率 听了二十遍 四分率很长 那个分量不比我们这本书 不 讲一遍它很容易 他一生有机会听二十遍 可见人家求学的精神 毅力 耐心 他才能成为一代祖师 我们新现代人有福 说实在话 现代人的福报超过古人 你前一套录音带回去的时候 你一百遍 两百遍也不成问题 问题你有没有耐心 能不能一门深复 这个关键在此地 自古以来 佛菩萨 祖师大的教出学 都是一门深处 什么时候才广学多文呢 开悟 没开悟 你没有资格广学多文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你要不懂 你这一生决定空过 不可能有成就 主要知道 一门深入的用意在哪里 就是成就六波勒米 你看你一门 你看你一门 所以像我们现在学净土 我就一步 无量受尽 你看其他的经都写掉了 不识啊 都写掉了 不识波勒米 我不再看了 不再花时间 用在其他的经论上了 依照这一个法门来修学 这就是持戒 一遍一遍反复地去学 这个经叫你做三千遍 叫你做一万遍 每一天用一两个重点去研究 忍辱波勒米成就了 专攻啊 这是精进波勒米 禅定是你心得定的 你心里就只有一个东西 念自在自 都做在这本东西 你看看 不识持戒 忍辱 金金 禅定 无样东西 就是一门深入 完成 完成之后 开智慧 大吃大悟了 叫下叫大开元节 怎么会大开元节呢 得定 得清净心 真的 这种方法呢 把你的妄想分别 执着 打掉了 所以这个一门深入 一步进呢 就是像 清洁剂一样 把你的执着 分别妄想 稀刷得干干净净 你的心性恢复 可不 禅宗教 大吃大悟 教下叫大开元节 净土宗教 礼仪心不乱 这个时候 你就说发生大死 见思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断了 无名破一片 给周围说 见思烦恼 就是执着 沉沙烦恼 就是分别 无名 就是妄想 你这三样东西去掉的时候 你自信恢复了 然后佛再叫你 发门无量是愿许 你有资格 光学道文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 这佛菩萨做样子 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还要不懂 那就没法子 那佛菩萨也束手无策了 无可奈何拉 你看善才通子 在文书菩萨会中 就是一门深入了 到他大开圆节了 有这个能力了 他的老师 文书菩萨 就劝导他去参学 参学就是光学道文 他才有资格去参学 没有这个功夫 你去参学 那是清良讲的 阵仗邪迹 你看看今天我们这位同学 听到外道也开始 他马上疑惑就来了 这就是你没有参学的本事 你有参学本事 一听他 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是邪是正 是是非 你一下就别明白了 所以没有这种能力 怕了 听两个人讲 两个讲法 听三个 三个讲法 听个十个八个 满脑袋一塌糊涂 你还修什么 现在是在讲的时候 学生也不好讲 真正善知识 找学生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学生呢 说实在话 善根福德 没有 不听话 认假不认真 叫你到处一开头 就是广修多文 假的 不是真的 可是这个世界 通通通通都是这个样子 全都是假的 大家有个观念 哎呀那是真的 这个老师教你学一样东西 这个老师专制独裁呀 不要跟他学啊 所以就造成一个错误的观念 这就是没有 没有善根 没有福德 纵然遇到真善知识 也是空过 所以诸位要晓得 一句佛号 一门深入 你六度全球 你是真正修行般若般若美图 所以你才能见如来 渐如来 你才能明心见心 你念佛才能得利益心不乱 入了这个境界 下面讲它的作用 讲它的好处 能修行安住圆满 圆满是丝毫的欠缺都没有 样样圆满啊 就跟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的意思一样 阿弥陀 翻成中国话了 就是无量 无量就是圆满的 样样无量 所以世尊呢 样样无量就太多了 不好讲了 所以只讲了两个无量 无量光 无量圣 这两个无量 把所有一切无量都包括了 光表空间 受表时间 时空里面 所有一切的无量 你全部都得到 阿弥陀是这个意思 就是修行安住圆满了 修行 把我们种种错误的行为全都修正过来 你有执着是错误 你有分别是错误 你有妄想是错误 要把这个修正过来 那么到我 我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也没有妄想了 行不行呢 你还是错误 为什么错误 这个心地心 什么也没有 无想定 无想定 躲在无明里头 你有妄想分别之中 你坐在有边 没有妄想分别之中 你坐在空边 坐在有边是过时 只坐空边还是过时 你落在脸边 佛菩萨的做法没有过时 空有脸边不住 刚才讲的 六度全右 样样都做 不住空 虽然做 心地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不住友 不是什么都不做了 做得比大家更起敬 更认真 心里都一丝毫牵挂都有 这是佛菩萨 这个是有体也有用 凡夫有用没有体 消沉有体不起作用 体是空 大乘 大乘 大乘菩萨给我们表现有体有用 这个佛法才令人佩服 我们才会认真去消沉 下面一句是 具足种种功德 这是解释前面的难住圆满 怎么样圆满呢 种种功德 都具足 都没有 确实 功德两个字 要是确实 功是功夫 得就是你的收获 这个得跟得到的得是一个意思 你有功夫 你后面当然你就会得到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你持戒持得很好 持戒有功夫 你就得定 你修定修得很好 修定有功夫 你就开智慧 所以功是因 得是果 这个因果关系 菩萨到这个境界 无量界所修的 这个所修的 我们说一个别话的是 你所造作的 无量界以来到今天 你所造作的 你心里面所想的 你对于一切法 种种啊 看法 你的说法 做法 无论是善事 我事无计 到大圆满的时候 都变成功德了 这个很不可思议啊 如果你功德没有现前的时候 你的无事界造的 那叫业 业 牵着有果报 你造的善业 三善道 是吧 你造的悟业 三悟道 是吧 可是人一下子就真的开悟了 清净性现前了 所有一切善悟业都变成功德了 都变成大圆满了 大圆满之后起什么作用呢 凭我那个善业了 我就现身到三善道去度化中生 而凭过去所有的悟业呢 就乘这个悟业到三善道去度化中生 你要没有悟业 你怎么能进入地狱啊 你没有觉悟之前 你入地狱是受罪的 你开了悟之后 入地狱是度地狱众生的 像地藏菩萨一样的 所以你在六道九法界里面 得大自在地居住中中共的 广度一起有情众生 它起这个作用啊 所以也不要认为 哎呀我们做了很多坏事啊 没事啊 那个坏事将来度坏人啊 这个度窝盗众生啊 这都起作用 当然这个境界我们要 其如凭我们自己修持 相当不容易 头一观见思烦恼 我们就没有能理破 所以一定老实念佛 要认真的坚修六度 因为你修六度老实念佛 帮助你功夫成平 帮助你一心不乱 你不肯修六度 单靠念佛念到功夫成平 这是事实 多少念佛人 我们念佛同学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说 他功夫不能成平 你就想想什么道理 放不下了 样样都认真 样样都计较 那怎么行 他的功夫到哪一年成平 没指望啊 功夫成平不难 放下就得到 你的心清净了几分 生活随意愿就好了嘛 这个日子能过得去就行了 不必去计较 不能去认真 要计较要认真的 就这一句阿弥陀佛 一定要不得尿 一定要把阿弥陀佛常常放在心中 韩广章往生 我们印了一万张佛像 他往生的时候 就是这一尊佛像借引他去的 给他做个纪念 念念心里头有佛 不能有别的东西啊 有别的东西就坏了 我们这个佛像是用两种纸张印的 用这个好像是道理纸张印了八千张 另外有两千张是宣纸印的 宣纸印的可以表那个华咒 我们懈怠比较方便 那么这种印的时候可以相近况 所以我们就想到用两种不同的纸张 所以我常常劝大家 供佛像也供一尊 时钟一身就供一尊 为什么 印象深刻 将来往生的时候 佛现的像一定就现这个像 我天天看他 终于他来了 如果你供的很多那个雕塑不同的像 到时候呢 到底哪里就是阿弥陀佛了 这是不是真的呀 你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这个念头一动个佛就走了 所以不相仪 一定供一尊佛像 现在很方便 印刷是很方便 我们这张佛像 用卷轴轴起来 可以随身带 无论到哪个地方去 我们是带这尊佛像 把他挂起来 早晚做功课 面对着阿弥陀佛 古时候 苏东波就是这个做法 苏东波常常带着叶尊佛像 但是苏东波的习气很深 文人习气 所以他们也能往生 非常可惜 从前李老师 我学佛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出家 他特别警告我 他说学佛啊 古人你别学苏东波啊 经人不学梁启超 这两位都是佛学家 都没有往生 还继续高流大陆魁 很可惜 虽然苏东波背着一尊佛像 常常跟人家说 这是我西方工具 他还没那么到西方去 习气太深 放不下 还是就是这个六度没修 如果真正修六度的话 那真的是西方工具 决定没有问题 那么这些厉害的事 我们都要清楚 所以无量皆来 我们所造作的都能变成了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下面得无等等事 这个是用现代的话来讲呢 就是物质 我们所谓是物质的享受 在佛法用一个色来做代表 下面得无等等受相形实 这一句话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精神的享受 我们在世间享受 我们在世间享受再多归纳起来 总不外乎这两大类 这两句事出世间法都含在其中 后面的这是佛法 在佛法上他所得到的 正无等等菩提 无等等就是无上菩提 诸佛如来所证的 这个经文里都常讲的 我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修佛罗波罗密度 真的的 大家常念心经 心经模糊就是这个法子 我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从那的 修佛罗波罗密度 转无等等法人 这一句就是讲经说法 谱印重机 这众生的根基太多太多 九法界的重生 这个时候你得大智慧 你得到大圆满 你就有能力印机说法 普门评里头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印 应于什么身得多就献什么身 你看献身自在 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 没有一定的相 随着众生变化 变化无穷 任言经上讲的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众生有感 佛就有应 感应道交 不可思议 说法也是如此 没有定法 佛说 佛说法从哪里说起呢 从众生的根性说起 不仅是限期 无量借钱 你的根性 佛一借出 通通明了 所以给你说法了 起急 一说 你就开悟 一点就通了 别人为什么点 点不通 像那个大夫治病一样 他只看你 他不知道你的根源 你病从哪里生的 他不知道啊 所以那个药下去之后 效力 并不是很圆满的 佛是个大一王 一看透彻 你这个病从哪里带来的 从哪里感染的 过去李老师 李老师懂中医 他曾经讲经的时候 给我们说个故事 清朝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大夫 他给人看病的时候 见到一个人 那不需要把门 看他的气色 听他的音声 说话的音声 告诉他 你三十年之后 会得什么样的病 你看人家有这种本思 三十年之后 他果然得这个病的时候 可见到他 得病的原因在三十年前 这个医生厉害了 所以诸位要晓得 中医有大学问了 西医比不上 过去方东梅先生告诉我 讲的这个医疗 他说西医是第二次到世界大战 发明抗生素救了西医的命 西医靠什么 靠抗生素 那个东西有副作用 不相中医 中医几千年的历史 经验非常丰富 低等的医生 根本不要问话的看 一看就晓得 你有什么话题 二等的医生 看了之后要问一问 问问你 到打磨的三等医生 到打磨的三等医生 头一等医生的时候 不用打磨的 要高明 一看你的气色 看你的举止 就知道你有什么病 他这个说法呢 我们想象有道理 比如说对这个机械 很熟悉的人 现在大家用车很方便 有些人对这个汽车很熟悉的人 那个车一发动 他就晓得哪里有保病 哪里不正常 你就见他那里果然那里有保病 所以他一听声音就知道 我们在佛经里面 甚至于在这个其他宗教 像基督教里面 耶稣从前给人治病 给他摸摸 那他的病就好了 好像很神奇的 其实很有道理 那是现在所讲的 按摩针灸 他知道你毛病的 哪个穴道不通 他给你按几下 但通他就好了 就没事了 并不神奇 他对于人身体结构 了解的太清楚了 一观察你的气色 听你说话声音 就晓得你哪个地方有毛病 给你悄悄答答摸一下 你没事情呢 就好了 所以 这个真正高明的 哪里要用药啊 不要用药的 用针灸 那已经就是第二等了 不是第二等的 念佛在经上是第一等 叫什么 叫你念咒 现在佛经上有很多的是咒语 都治病的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经验 不灵 为什么不灵呢 发音不正求 他什么个道理呢 病痛啊 无非你身体里面某个地方不通了 他发一种声音 声音整动这个部分 你看 他都不必用摸 让你自己发一个声音的时候 你整动的时候 他这个阻塞 他就恢复了 很有道理的 那并没有什么神奇 我念什么咒就灵了 什么 那不是的 他用那种声音 把你身体某个部位阻塞 打通 让你恢复正常 现在我们拿了些咒语呢 我们发音不正确 不知道念什么声音 也不晓得声音 高低强弱都不知道 非常符合科学 极高明啊 所以 佛为一切众生说法 应人因事 因地 因死而已 没有一定 这一句是讲 中央无等等法的 一法同 一切法都同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相信 佛菩萨的话 一门深复 一门通了 门门都通了 佛这么说的 在历史上 我们有见证 六族慧能大是最好的见证 他没学过教 发达禅师 学画画经 发画经念了三千遍 大概一天念一遍 三千遍 十年了 在发画经上下了功夫 所以见到六族的时候 跟他顶礼 头没坐地 六族看到 头没坐地 傲慢 所以他拜了起来之后 他就问他 他说你心里头一定 有一桩事情 值得你骄傲 现在是值得骄傲 发达也很老实 很诚实 什么事情值得骄傲呢 他念了三千遍的 这个发画经 六族问他几句话 说答不上来 他反过来 向六族请教 六族说 发画经 我也没看过 他不认识字 也没听过 你念给我听听 他念得很熟了 当然能背诵了 念了十年 天天念 当然念得滚瓜懒熟 他念到第二品 发画经二十八品 第二品方便品 第二品念完之后 六族说 不要念了 他完全明了了 把发画经的大义 给他开始 一讲 他开五 发达搞了十年 没搞通 他那里给他一点就通了 岂不是一精通 一切精通吗 六族学的一部经 金刚经 那五族跟他讲金刚经的时候 讲到应无所住 二生其心 他开五了 后头不要讲了 实在讲金刚经 他只学了三分之一 他在教下去这么个基础 这一样通达了 这样样都通达了 你看在谭经里 他讲为实 讲得多精彩啊 法相中的大德 讲得没有他那么精彩啊 那么简单 恶药 都能够欣赏 事出事件法 没有一样的通达 那你要想 我样样都通达 怎么个通达法呢 也闷人深入 入到底就通达了 我过去 讲经也常常用比喻说 法了 像个轮啊 用法轮嘛 法轮常转啊 轮是圆啊 万法是圆周啊 那个周是真的是无量无边的点啊 任何一点 你要是一直往里面深入 就能够通达圆心 你达到那个圆心了 所有一切都通达了吧 点点都到圆心了 问题你能够到圆心 圆心是什么呢 自信了 门门见信了 见了信就一切都通达了 像实际上都大约满了 那么你才想 什么叫般若般若蜜呢 任何一法 一门深入 一门到底 就是般若般若蜜 否则的话 这个六百遍大般若 念了多少年 还不知道般若般若蜜是什么 你说那不叫冤枉吗 那有一法 不通自信 世处世间法都通自信 所以说法门平等 无有高价 这样你才有能力 独特无量诸有千位 无量诸有千位 通常将九法界众生 上自等就菩萨 下至阿比地 你有能力帮助他们开悟 你有能力帮助他们成就 祖师大德 当时大众 善根腹得 深厚 他听得详细 现在人一开头 广袭 有麻烦 现在这个时代 民主自由开放 麻烦他了 哪一个人不赞叹 民主自由开放 民主自由开放 就叫我们搞六道轮回 从前的老师 专制 不民主 不开放 不自由 老师教学生 限制狠言 只能听我的 除我之外 任何人讲经受罚 不准听 你不是专制独裁啊 但是他有效 他真的能够帮助你 民心兼心 帮助你开悟 你只要守他这个法去做 他的目的何在呢 目的是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外语人呐全给你躲躲 你要到处躲听 什么都看 你就糟糕了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什么时候才能断定 没法子断 你要不把这个道理想通 祖师大德教学的那套方法 你永远不能理解 换一句话说 你永远抗拒 不能接受 真实的利益 你这一生得不到 你这一生困过了 初学的人跟两个老师学两条路 三个老师学三条路口 四个老师学十字街头 你没有智慧没有能力选择 你糟糕啊 所以古德这个教学 他负责任的 他不欺骗人的 现在教学 你负责任没人相信 什么时候老师呢 这个人不错 跟他学 那个也不错 跟他学 我这个老师不错 给我介绍这么多人 介绍许许多多 叫你搞得昏头脑胀 你还自明正义 你是有什么法子 那时代不一样 所以读真有智慧才能读九法界众生 令和殊胜利益暗路 这个殊胜利益暗路 给诸位说 就是指的新方极乐世界 无比的殊胜 设防一切诸佛刹土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 所以到最后 诱导你 你看 华言开端 法华涅槃 这个这个 介苏一代使教 华言法华 这个好像是 法华经的药王品 佛劝大家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真正 得到殊胜利益暗路 这是佛的这些上手弟子 提出来这几句话 跟佛讲 佛当时给他印证 佛言如是如是 如如所说 你们讲的 没错 很正确 佛就是这样 教导一切众生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度 那么明天呢 我要到美国去 去三个星期 这三个星期当中 由悟全来讲 好像他也是讲 无量手机 希望同修们 有时间 多来听 你们听他讲经 比听我讲经的功德大 听我讲经功德很小 听他讲经功德很大 为什么呢 那是树苗啊 你们来听呢 就是来浇水啊 来灌溃啊 来栽培啊 如果那么有人听了 他就泄气了 他永远不能长沉了 所以你们听年轻法师讲经 是来种树的 这个树将来真正成就了 那你们的功德无量无边 所以有时间一定要来 不但要来 最好听的时候要批评 你哪个地方听得不满意 直接告诉他 哪个地方没听懂 也告诉他 让他下一次改进 他就会有进步 严格的独处啊 所以对年轻法师 我们听众是建学 是老师 来帮助他 成就他 所以功德很大 好 谢谢诸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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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修,请先开金本第九十四面 九十四面 看这个下面阿拉伯的这个数字,九十四面 从第一行看起 这一段是讲的法斯说法的辩才 佛家说法斯不一定是出家人 这一点我想许多老同修都知道的 这个佛门里面的称呼 除了比丘,比丘尼,沙米尼,这个四种一定是出家人 受过大戒的人 那么其他的称呼像和尚,摄黎,阿摄黎,这个法斯 都是一般的称呼,在家人都可以称 不一定是出家人 和尚是印度凡于英语的 他的意思是亲教司 就是直接教导我的这个人呢 那就是我的和尚 所以它是一个普通名词 因此我们跟什么人学法 接受某个人指导 这个人就是我的和尚 所以不一定是在家出家 那么像我过去学佛 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的 在佛门里面讲呢 他就是我的和尚 这是亲教司 法司凡是以佛法 自己修学教导别人都称之为法司 那么这是一种通称 这是佛门的常识 我们呢应当要知道 说法能够说得相应 我们也常常讲啊 决定不是自己的能力啊 事得三宝价值 一定有感应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佛在经上 也是这么说法的 大家看经文 从第一行 第二句看起 这个文前面也一句 使善信之主所念 并告摄立子也 这是佛告诉摄立佛尊者 摄立子就是摄立佛尊者 祝福弟子 祝福弟子 所说法教 当之皆成佛威神的 何以故 祝福宣说法要 必成佛尊者 精尽修学 便能正得助法实性 有事有所宣说 借于法性能不相伪 顾佛尊者 顾佛尊者 如登传召 我当成佛威神佳辟 为助菩萨宣说 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 非以智慧便才之力 这句话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所以 凡是说法之人 无论是出家在家 只要他以真诚之心 就能够获得感应 如果这里面夹杂业丝毫 明文利亚 个人的利益 那就得不到感应 就得不到祝福的价值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特别是发心想弘伐立身 有一些人问我 讲经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 条件是有 跟世间法里面不相同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真诚心 清净心 慈悲心 这个条件最重要 你说学历 学历不重要 经验也不重要 年龄也不重要 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我在台中求学 那个时候 黎宾南老居司 开了一个经学办 就是专门训练奖金的人才 他找了二十多个学生 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班上的同学们 大概一大半 总有三分之二是小学程度 我参加那个班 我是初中程度 所以我们小学初中程度 大概就占了五分之四 念过高中的只有一两个人 好像念过大学的只一个人 我们是这么一个班 年龄最大的 林堪志老居司六十岁 女众六十岁 小学毕业 也能讲经说法 讲得还挺好的 法源很甚 林堪志老居司 合了九十多岁 念佛王身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问题 就在你是不是发真诚之心 自己深受佛法殊胜的利益 真正肯发心出来干了 认真努力学习 没有不成就的 你的成就 那就是此地经上所讲的 佛力加持 特别是尽宗法门 你要发心讲弥陀金 发心讲无量寿金 不仅是阿弥陀佛加持你 所有一切祝福 通通加持你 很不可思议 很不可思议 而法源的殊胜 也不是修学弘扬其他法门所能够相比的 这在四十年当中 我们在倒查 在过地讲经说法所观察到的 正如今所说 可见到佛没有忘语 句句话都是真实 那么今天我在讲台上看到有两张字条 这一位同学问 若一进造重物 要如何才能消除业障 单靠佛前拜餐有效吗 还是束手等待卧报 我把它念掉 跟大爷总答复 与我们这个节目都有关系 这位同学问的是他说他以前想出家 在佛前发了毒誓 而是今生绝不结婚 若结婚便躲三窝道 永无处期 可是弟子现在不想出家 想结婚 坐在家居室 那这个毒誓可以取消吗 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是我讲的念佛不架杂不间断 那么供佛的供养机 可以不念吗 直接一直不断念佛吗 包括三餐吃饭时 可以不念供养机 可以只念佛号吗 可以的 未了不架杂不间断 拜天的时候可以不念天神名号 直接念佛吗 你说可不可以 你自己想想看 这个学佛呢 这个学佛呢 就像过去 谭学老法师所讲的 学佛是学做个明白人 学佛是学一个 学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般若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所以学佛不能学成个糊涂人 那就错了 佛门里面 没有人叫你发毒誓 发毒誓的 哪里是佛 佛家大慈大悲 那个誓是你自己发的 你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当然 所谓解灵还是系灵人呢 佛菩萨不会管你这个事情 这个不要放在心上 认真学佛就好 出家是佛弟子 在家也是佛弟子 对佛法 对众生同样有好的贡献 如果要想忏醉 最有效的方法 是发心讲经说法 过去我们在台中 李老师看到学生当中 有这个命像很薄的 一般都能看得出来 没有佛报的 短命的 李老师都劝他发心出来 是讲经 讲经的功德最大 转变这个夜报效果非常殊胜 他的话是真理 那么如果自己不能讲经呢 那也有第二个办法 请法司讲经 不能常常做 一年做一次 看自己的力量 如果自己有力量 请一个法司 我们借一个道场 租一个道场 请法司讲一部经 这个经短一个星期 长一两个月 你请法司讲经 那个功德跟法司没有两样 这是一个办法 自己不讲经 请人家来代讲 这个可以 等于说 你办学校 当校长 不教书 你请好的教员 来替你教书 这个功德是你自己的 这是一个办法 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的话 我请法司讲一天 我请法司讲一天就 大概这个时 一般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租借一个场所 请一位法司 公娘她一点 请她讲一天 这个功德都很大 要有人会做 我 当然最好的是自己 但自己也真的也必须要具有相当的条件 缘分 但是 离情法司 居士 来讲经 这个比较容易 这个是 消业障 比那个败灿的效果大得太多 你要知道 你一发起讲经 不但听众得利益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这个道场 许多鬼神在这里闻法了 他们都得利益了 对你祖孙尊敬感激之心 这就替你消除业障 最消业障的方法很多 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拜餐有没有效果呢 那要看你怎么个拜法 你真正忏悔就有效果 真正忏悔 不是把那个忏文字念一念就行 那可没有用啊 一定要依教修行 改过自新就有用处 那是真忏悔 这个忏悔文念了之后做不到 那可没有用处 所以一定要依照经文法院 依照经文真正参除业障 这就有效果 如果说束手等待果报 那是愚言 那个不是佛弟子 那不是佛弟子 佛弟子一定有方法 把这个卧报 将它避免过去 那这个卧报要把它消灭掉是不可能的 这在理上讲不通的 卧音一定有卧报 如何能够避免呢 我把卧语言断掉 你有因没有缘 不会结果 那就是我们修善短悟 我善语言成熟 我的语言这个是这个 这身当中没有 将来受果报的 那个善报先提前 而卧报就退后了 善里头 最善的就是念佛往生进度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所有一切卧报 都没有了 大家听了这个话 不要产生误会 都没有了 这个没有是暂时的没有 不是真的没有 那怎么办呢 将来你到社方世界 红发力生 这个国报还会先前 所以先前呢 你已经得自在 所以你受那个果报 就不会痛苦 像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的时候 他也曾经天天拖波 拖波到没人供养他了 三个月马末之报 而孔老夫子 再成绝粮 那都是我的果报先前的 但是他知道 这个果报 过去是什么因造成的 所以他很欢喜接受 没有苦恼 那么由此可知 夜影果报 是定律 不能避免的 也不能抵消 我过去造物 我现在造善 可以能抵消 没这个道理 不能抵消 所以佛法将语言生 他为什么不将因 那将语言 语言是枢纽 可以转变 因不能转变 但是因没有语言 决定不会起陷消 也就是这个报不能陷消 必须要有缘 你过去造的有卧阴 现在继续不断造卧 卧阴 那这个果报就很快陷消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想的 如何去及辟消 那你就懂得了 这个念佛 确确实实 一定要做到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就是大师至菩萨所说的 都摄六根尽念相及 我们的功夫容易成就 那么这位同学问了 这三餐饭念供养咒 可以不念吗 可以 我三餐饭都是和掌念十句阿弥陀佛 我教大家的那个神念法 一天修九次 三餐饭就是三次 上午上班下班 下午上班下班就四次 早晨起来一次 晚上睡觉之前一次 一天修九次 时间很短 但是很有效果 吃饭的时候 或者心里头默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世神佛号 所以我没有念供养周 我念世神佛号 但是拜天不行 为什么呢 这是跟别人打交道啊 打交道是离上往来啊 我要跟一个朋友打交道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知道我叫谁啊 你一定要叫他的名字 他才晓得叫他嘛 所以这是礼节 你拜天神呢 一定要念天神的名字 念了天神的名字 可以劝天神念阿弥陀佛 求生进度 这就好啊 天神也被你度了 他也会感谢你 所以这样才好 你不叫他的名字 他知道你叫谁呢 所以这是一般的礼节要懂 那么这个诗都是修学如法 都能够得三宝加持 但是经文里面这一段 这个后面这一段几句话非常重要 那就是说呢 那就是说呢 这个祝福宣说法要 彼成佛教 这个彼是指我们 那我们接受佛的教诲 所以佛对我们的教会就是经典 所以展开经军 就如同面对佛菩萨 听他的教会 他说的很多 不一定呢 我们完全能够听懂 也不一定呢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 这个不要紧 你能够听懂一句 你能够明了一句 众生依教奉献 你就得理 佛说得多 它是要因各种不同的根基 我们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 有人从这一句明白了 有人从那一段开悟了 这才晓得佛说法了 使一切根基它都孤导 我们接受佛法的 不一定在哪一句哪一段里头开悟了 这我就明白了吧 明白之后啊 要精勤修修 精勤修修修这四个字是秘诀 什么叫精呢 一门神父 不夹杂才精啊 对夹杂就不精 所以最要紧的是一门神父 决定不能搞得太多太杂了 这个杂修是吃力不讨好啊 专修 决定能够得到四半功倍之效 专修 非常殊胜明显 情就是不间断 精就是不夹杂 你看 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吗 修是把我们的毛病习气改正过来 叫做修 修是修正的 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 学习过佛菩萨的生活 学习做佛菩萨的工作 使我们现前的生活工作 都变成菩萨道 菩萨心 自己就成菩萨了 最底下讲呢 便能正得助法实现 这一句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显见性 说得更明白一点呢 就是你能够证实 宇宙人生的真相 实性 实相 都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 性是从体性上说的 一切做法的本体 理体 道理 你就能够证实 这个是一般讲的明显见性 见性的称呼 那你见了性呢 你所有一切的因素 一定跟你所正的这个道理相应 那你所讲的 那你所讲的跟祝佛菩萨所讲的没有两样 祝佛菩萨讲经说法就是依据这个理论来说的 清正的这个道理你也见到了 那你讲的跟佛讲的当然不会有两样 这样一来展开进去看到佛的佛所讲的正是自己所讲的 这叫做相应 这叫做相应 这叫做如灯传灯 我当成佛为神加持 这个祝佛加持是说的这个 那么由此可知 如果不见心 你就不能得一切祝佛的加持 这是个难死 这是个难死 我们几时才能解信 但是 如果你要能发一个狠心 像古人一样拼命去干 怎么办呢 学习生命也不在乎 也不惋惜它了 你能做得到 怎么做法呢 精干精善讲的思想 你能拼命把思想写掉 你就见心了 你就见到诸法射心 这个思想是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这些 思想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斜掉一条 其他三条都斜掉了 那么大多数的学人 从我像下手 破我像 也就是破我直 我们晓得 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 你先把这个语言理搞清楚 法界 语言本是真 所以叫真 从这个真的 现在变成虚妄 虚妄的是什么 设法界是虚妄的 设法界不是真的 勇家大司在正道歌上 跟我们讲的很妙 梦里冥冥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戒 这个意思就是说 柳道 设法界 是梦中的境界 那就不是真的 我们今天堕落在这个里面 为什么会堕落的 佛说的 《花言经》上讲的 妄想之中 经上讲的很简单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得相 如来智慧得相 圆满的智慧得相 一切众生 各个都有啊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这是佛一句话 把四十真相说破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真的 如来果地上境界的 因为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智慧 所以 把住法失信 障碍住 见不到自信 毛病撤在这个地方 六道怎么来的呢 六道从执着来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我与一切伐 对人对四对五 我统统不执着了 你能够一切不执着 你就出了六道轮回 所以六道出去了啊 后面还有声闻研究菩萨佛 还有四身法界 四身从哪里的 分别来的 如果你在一切都不分别了 四身没有了 你就超越四法界了 超越四法界 就入一真法界了 这是华言境界了 维摩居士讲的 入不二法门 也是说这个境界 入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 还有四十亿个阶级 华言境上讲的 四十亿位法身大四 他们都是在一真法界 都是超越粮吃法界